大家好,我是Ken Lee,李建能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彩剪工具的运用 大家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彩剪那个照片 以前我们会用放大机 在放大照片的时候彩剪照片 现在我们可以用那个数码暗房 在Photoshop里面去彩剪 而且Photoshop里面有 彩剪工具有很多种功能 非常好,非常方便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为什么要彩剪照片 好像我们拍照的时候时间比较长处 来不及构图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彩剪工具去重新构图 让那个构图更完美 有时候因为那个镜头不够长 拍出来的照片那个主体不够大 那我们需要适当的彩剪 让主体更大一点 让那个细节更突出一点 我会教大家彩剪的时候 如何保留最大的尺寸 但是呢,还能保持最高的画质 也告诉大家如何通过那个彩剪工具 进行调整水平线 因为我们拍照的时候有时候水平线会歪了 这个时候用那个拆剪工具很简单就可以把那个水平线调整好 还有呢,就是还会告诉大家高度与宽度互换 如何让构图之后让画面更精简 画面更简洁 同时也会告诉大家内容识别 这个功能的优缺点等等 并不是所有照片都需要彩剪 但是呢,有的照片彩剪之后会画面会更简洁 主体会更清晰,构图会更完美 我们来从一些经典的摄影作品里面来看看 采剪工具对照片的重要性 我们很多时候拍完照片之后 适当的采剪非常重要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就是摄影大使阿诺德·纽曼拍摄的钢琴家 伊格尔·斯特拉·文西基 是在1946年拍摄的照片 那这张照片为什么说非常经典呢 到现在看还非常非常的艺术性 很有现代感 这个钢琴跟钢琴家属于最大呢 他把那个钢琴放最大 钢琴家是小的 整个画面黑白会分布非常均衡 黑白对比,明暗对比,大小对比 都做得非常恰到好处 钢琴这个剪影更好是一个音符 这张照片经典,很耐看 什么时候都不过时 非常有艺术性 它原图是怎么样的呢? 这是底片,那个时候都是副片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 从这个可以看到 它是怎么样去裁剪 一系列,它拍了一系列的照片 然后你可以看到哪一色照片 它是打了勾 损出来的 哪一色是需要裁剪的 它都做得很详细的一个笔记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色大师是如何拍照 如何裁剪 这张秋吉尔的照片是游戍福卡士拍的照片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副片是很大 是大画幅照片画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把适动的裁剪 把一些多余的空间裁剪掉之后呢 整个画面会更饱满 人的形象会更突出 那这张是雷曼拍摄的副感作用 1929年拍摄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从副片上看到 它是竖构图 裁剪成了个横构图 重点突出在手臂跟脸部 把躯干都裁掉了 这张照片是我在长岛海滩 在听这场拍的 我就想拍一张比较空旷的 可以体现它的生存环境的一张照片 那拍完之后 我发现很多人为的东西还存在 比如说那个电线啊 那个栏杆啊 这样 我就确定拆检一下 把所有人为的那些因素的东西 全部都拆掉 这样出来的画面呢 更简洁 那个主题也更突出 也可以体现出这种 很艰难的生存环境 和它的孤独感 那这张雪燕的照片呢 刚刚飞的时候 我拍的时候 水燕还没飞到我的头顶 所以那个顶部的地方呢 会有很多空的地方 那我 拆检了之后 就有一种很密集 铺天盖地的感觉 所以好的照片 适当拆检之后 画面会更简洁 主题更清晰 构图更完美 我们在学习 拆检之前呢 我们先了解一些图像的像素 那数码相机呢 那个照片都是用像素组成的 那我们先看看这张照片是 其寸是5760 高度是3840 我们100%放大照片的时候 它那个清晰度就是 是就这样的 那像素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看到 放在放大放大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像素就是一格一格的 它那个就像马赛克一样的 那你放的越大 它那个像素就会越大 所以如果你那个相机越好 越高级 它那个像素越高的话呢 那你的照片就可以放的 越大都没问题 那我们在photoshop里面 打开一张照片 那这张照片呢 就是因为镜头不过长 所以那个主体比较小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 用那个柴车工具 去把它那个柴检一下 让主体更突出一点 那我们现在就要点击这个柴检工具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要选择 photoshop的那个预设 那我们这里有好多种 都是photoshop里面已经 那个设定好的 你选择它那个其中一项 就可以猜出 你想要的那个效果 当然了 你也可以自己选择 设定自己的那个尺寸 那我现在介绍一下这里 这几个有什么作用 那个比例 比例就是通常就是 具有尺寸 就是说你随意采成什么形状 那个比例 那个尺寸的比例都可以 那这个原始比例 就是采完之后 它那个像素不变 但是那尺寸会小了 那这1比1就是方形 刷出来就是正方形的 那个还有那个4比5啊 5比7啊 这些都是用来采完之后 比较适合用来去 冲印照片用的 这16比9就是用来采出来 是做视频用的 那这个前面的图像 这个就今天我比较重点想要说的 就是你采完之后 它采出来的照片呢 还是会保留你原来这张照片的原始尺寸 不会变小 但是呢 像素它会放大了 大家都知道 那个像素是一个一个的 那其他的设计的都是 比如说这1024x768 这些都是参加比赛用的那个尺寸 但我一般都很少会直接用 我一般都是自己用在那个Photoshop那个 图片起床那里自己去设定 因为我们采的时候 尽量采出来的照片呢 最高精度的照片 首先说一下这个比例 那我们选择比例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宽跟长都是空的 我们采出来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随意啊 那个把它那个尺寸 切成你你想要的那个形状啊 这个形状呢 就不一定跟那个照片原来那个尺寸是一样的啊 也不是那个1比1啊 或者是6比9那样 是很随意去切出那个尺寸来 那啊好那举个例子啊 那我就这样就是构图 我觉得这个比较理想了 那我就点击两下 它就可以采切出来这个照片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像大小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尺寸是3821像素 是宽度高度是2254 它这个尺寸呢 就是说像素是没变的 但是呢 它那个尺寸是小了 因为我们采 把多余的都采掉了 你可以放到100%的时候看 它那个跟原来那个像素是没变的 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原始比例 原始比例呢 它就是 拆出来就是 它不会改变像素的大小 但是呢 它会 照片是小了 那我们试一下啊 那你可以从这里拉下来 从这里去调整 你可以这个时候你留意到 它那个比例是等比例的 都不会不可以就是变形 你原来那个照片那个 呃 起初那个比例是怎么样 它就是怎么样 是固定的 啊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按照我们自己最理想 它那个构图出来 效果可以出来了 那我们就按两下 或者在这里 那个 点一下这个 它就可以 拆切完成了 那我们来检查一下它那个尺寸 那个大小啊 这个我们从图像大小 这里可以看到 它那个像素是 三千五百零七啊 高度是两千啊 三百三十八 那就是说啊 啊 它那个像素是没变啊 那我们放到百分之一百看看 你看 它那个尺寸 它那个像素是没变的 然后但是 尺寸还是小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啊 一比一的 就是正方形的这个啊 你选择一比一的时候 它就已经那个 它帮你设定了一个 那个正方形的那个啊 形状 然后你就根据这个自己想要的构图啊 把它重新拆减就可以啊 那点击两下 或者那个按Enter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它那个那个像素就是 三千两百二十一 宽度高度都一样的了 那就是说啊 它那个像素 就是那一格一格 它是没变的 然后呢 它这个尺寸是小了 使用率比较高的 还有就是这个16比9的 16比9这个尺寸呢 是用来做视频的 那我们如果这个照片 需要用在视频上 或者那个 你拍那个延时摄影 要做成那个视频的话呢 这个尺寸是非常重要的啊 这样的话 它这个设定的话呢 你就不用做 太多的的事情 就直接选择这个预设 一踩一踩就是那个视频的尺寸 那因为 这个就比较简单 我就不用说 说的太多了 那现在主要要想讲一下是这个叫前面的图像 就是呃 你猜出来之后 照片跟你原来那个几寸是一模一样的啊 你是那个像说是五千七百六十 你猜出来还是五千七百六十 那我们可以先 你可以是这样拉下来也可以 然后或者你按着 就随意 根据这个来踩也可以啊 这个呢 就是踩出来 就跟你原来那个啊 那个照片的尺寸是一样的 是等比例的啊 那如果像这样你踩好之后 你也可以按这里 确定 或者按Enter确定也可以啊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有看到啊 它那个踩出来 那个尺寸是没有变的啊 还是五千七百六十啊 它那个高度还是三千八百四十 那这个时候 我们百分之百看待 你可以看到啊 它实际上是变大了 那这个变大了 时候呢 也就是说 那个像素 就是一个一个的 其实就变大了 但是我们这样踩掉之后 尺寸没有变 可能你就是觉得放大了 它呢 会会有一点点损失的那个画质 但是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们就是把这张呃 当前的图像 跟刚才那张呃 原始比例的才切出来的照片 对比一下 你就会知道它那个效果呃 是有多大的差别 啊 你可以看到啊 你可以看到啊 刚才那张是那个原始比例 就是 它那个像素没变 啊 但是呢 尺寸是小了 这个 啊 用那个当前图像 这个裁写出来的话呢 它那个尺寸还是保留了 原来照片那个尺寸 但是它像素就放大了 啊 像素就是那个方格 方格啊 啊 但是呢 你你百分之一百看呢 它那个出来的效果 还是挺不错的 所以 啊 很多朋友就觉得啊 为什么才才的照片就会小呢 啊 这个就是你可以就选择 这个 啊 当前的图像 来裁切 出来的照片 就会啊 呃 其寸不变 但是呢 它那个像素 啊 还有那个画面质量 也 啊 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如果我们 啊 裁切完之后 我们要选择其他那个预设的时候 你可以按这个清除 把这里 清除掉 它就所有的数据全部都没有了 啊 那 现在 接下来 我们就 啊 讲一下这个 呃 拉直 拉直是有什么用呢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啊 用这张照片来示范 那首先 点击 那个 呃 拆切工具 然后呢 当然了 我们用 选择 前面的图像 这样 拆出来 那个 几寸就不会变小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选择个拉直 按一下 从这里 点一下 然后拉过来 按着鼠标拉过来 然后 就放手 啊 你可以看到 他就会帮你拉直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用鼠标 呢 首先来 那个 调整一下 他那个 构图 啊 然后 然后我们按这个键 就 或者 按 enter 就可以 拆切 完了 啊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这里 有些空出来 那我们一会就 会 补 啊 拉直功能 就是这样 把这个水平线拉直了 啊 我们很多时候 是拍那个 海面 或者呢 拍那个 地面 他那个水平线 呃 不够水平的时候 用这个拉直 是非常好用 那接下来呢 啊 我讲 裁切工具的 另一个功能 那我们先点击 那个裁切工具 然后 选择 前面的图像 然后呢 啊 我们现在来看的是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 那个 啊 设置你 裁切的时候 他这些都是 付出线 你看到没有啊 这个就是 那个 我们最 普遍的 一个 九宫格的 那个 啊 裁切 那个 付出线 那这里呢 有很多啊 有网格 啊 有那个 对角线 啊 还有 那个 三角形 还有 那个 黄金比例 还有 这个 黄色 那个 啊 螺神线 啊 那个 就 这都是 付出你 构图用的 那 啊 你可以 就是 按 那个 O 就是 啊 你可以 切换 就是 那个 键盘 里面 那个 字母 那个 O 你可以 随意 去 那个 切换 那 当然 然后 我平时 用的比较多的 还是 九宫格 因为这个 是 身份构图 用的很普遍的 那 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 啊 用 这个 复注线 啊 就是 可以 拆出来 啊 啊 你可以 就是 啊 很 轻松的 帮助你 去 扣图啊 啊 根据 那个 身份 固图 那个 比例 来 来 来 裁切 就 这样 就可以了 还要 这个时候 我 我们 要 讲一下 就是 这个 你可以 看到啊 我们 要旋转 这个 照片 比如说 我 那个 啊 你看 啊 这个 我 需要 选择这照片的时候 你可以在那个 裁切 框外面 啊 这个 这个 然后 按住 用手 按住 鼠票 去移动 就可以了 你看 这个 我想 把这个 鸟 啊 变成一个 对角线构图 啊 就 这样 一 一 裁切 它 就会 那个 变成 那个 对角线构图了 啊 接下来 我们要讲一下这个 删除 裁减的 像素 我们 先 试一下啊 啊 我们 选择 裁切工具 然后 选择前面的 图像 先 按照我们想要的 去裁 好 这个 就是 我们想要 裁出来的 那个效果 那 这个时候呢 我们 按 Double Clean 它就裁好了 然后呢 我们选择这个移动 这个工具 然后我们可以 可以看到 啊 我们可以随意 去 移动 这个 就是等于 重新 构图 把就是 裁的时候 裁的还不够理想的时候 我们可以 移动 这个画面 你可以看到 它 呃 外面那个像素 其实还保留的 如果我们 选 把这个点呢 啊 删除 啊 裁剪的像素 这个时候 出来的效果 会是怎么样呢 嗯 那我们选择前面的图像 然后 好 这个时候 一裁剪 裁剪之后呢 我们用移动工具 试一下 你看 它基本上 它那个像素就没了 所以我们 我们自己要 注意就是说 你 选择 要删除 裁剪的像素呢 还是要保留呢 这个你自己确定 通常我就会 一般 我就不会删除 然后 我们就可以 裁完之后 还可以调整 它那个 那个 构图 啊 我们再来一次啊 这个 啊 我这里 取消了 那个点损 然后呢 我根据 就是我想要那个 重新先构图好 然后裁掉 裁完之后呢 用移动工具 还可以 你看 还可以 随意移动 这个移动的时候呢 它其实 我们之前裁掉的那些 边边那个像素呢 还是保留的 所以 我还是建议 大家都选用 就这个方法 裁完之后 还可以重新再 调整 啊 最后讲一个就是 内容识别 那我们先来试一下 点击 裁切工具 然后 选择前面的图像 然后呢 我们先 来 裁一下 它之后 然后呢 我们在 鼠标在外面 旋转 你可以选择 它那个不同 那个 那个 构图 啊 好 我们来 来一个就是 类似 对角 线 构图 的啊 这样的话呢 啊 看 看到它那个 飞出来 那个 就是好看一点了 那这时候 我们会发现 啊 就是 这三个脚 都 啊 空 空 掉了 啊 就是说 它那个像素没有了 那 通常 啊 我们有时候就会用那个 印章工具啊 啊 或者 或者 那个 其他方法去填补 那现在 它有一个 柴切工具的那个内容识别工功能了 就可以 就是 Photoshop自动帮你填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先点 我们先点这个 内容识别 然后我们再先裁切 裁切之后 按这个 这个 调整一下 这时候 我们会发现 空的地方 有三个脚都空了 然后我们就按 确定 好 确定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它三个脚本来是空的 但是呢 它Photoshop就会自动帮你填补了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放大之后看到它填补出来的效果 还是蛮不错的 但是 但是这个 这个 内容识别 不是百分之百有用 有时候 图案比较复杂 它就做不到或者处理的不好了 那我这个图案比较简单 所以它出来的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为了加深认识 那个 拆检工具的 内容识别功能 那我们拿一些照片来练习 这张照片呢 我们可以看到 拍的比较急 所以它那个水平线就不够水平 歪了 那这个时候先点击拆检工具 然后呢 选择那个 前面的图像 这个时候 选这个拉直 在拉直的时候 从这里 一个点 到这里 然后 它就会很自然的 帮我们拉直了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内容识别功能这里 是没有点击的 没有点击的时候 它就会 啊 拆检之后 Photoshop会自动 把那些 拆检掉那个像素呢 都 都会拆掉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得到一张照片 你看 可以看到 旁边一些 一些照片 一些像素 我们都 会 拆掉 那如果我们 拉 拉大的 到时候 它就会空出来了 那我们 确定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这些地方是空的 我们如果要 想 拆车之后 还能保留 这些空位 都能填满的 的话呢 那我们就再来一次 好 那我们先点击 内容识别 然后 用 点击拉直 拉直的时候 也是从这里 到这里 要一拉 这个时候呢 水平了 然后我们会发现 那一个 嗯 这里 还能保留 那个空位 然后呢 这个时候 我们会发现 这边 这边 四个角 都有空 出来的地方 就是我们 按确定 这段时候 这个时候 Photoshop 它就会 运算 会帮我们 填 补了 那些空缺的地方 那我们 来 仔细 对比一下 来看看Photoshop 帮我们 那个填充了之后 它那个 效果是怎么样 我们来前后 对比一下 你看 它那个 之前是空出来的地方 就是 像素之外的 然后 之后是Photoshop 填充出来的 那我们 四个角去看看 这个 我们基本上 看不到什么 瑕疵 因为 它那个 填充 比较 简单 啊 你看 这个 水纹 还有这个 木头 这木头填充出来 效果也不错 还还可以 可以接受 这个水 那个 波纹 波纹的地方 效果还可以 所以 所以 这个 内容 识别的这个功能 还是蛮不错的 拆减工具的那个 内容 识别功能 是不是万能了呢 不是的 对于 比较复杂的图案 它就解决不了 我们 先来看看 这张片 我们再试一下 看看 它那个 识别功能 是不是很强大 先看一下 啊 往 上拉 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啊 它 四周 都 都 都 变大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 复原 然后 Ctrl J 然后呢 在这里 选择 那个 清除 按清除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 呃 不是那个 前面的图像了 而是 可以自由 去 扩展 它那个 尺寸 那 我这个 往上 拉一点 然后 这边呢 呃 往这边 拉一点 啊 我们 看看到底 它 那个 这个内容识别功能是怎么样啊 我们点击内容识别 然后按 确定 好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啊 这个是原图 这个是那个内容识别之后填充的那个图 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里上面这个它填了之后黑色的地方是基本上没问题的 但是呢 它那个烟花那个图案我觉得就有点比较生硬 所以我我觉得就不太适合用了 还有这个地方这个这个地方啊 呃 我们对比一下啊 这个原图是 它是帮我们在旁边copy了一个那个大楼过去 但是看上去很怪 而且那个 呃 图案很很一看就是坏图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裁剪工具的那个内容识别功能呢 不是万能的啊 对于复杂比较复杂的那个 呃 图案 它是解决不了的 所以呢 呃 我们要选择新的去使用这个 呃 裁剪工具的那个内容识别功能 那我们再来 呃 用其他照片来验证一下这个呃 裁剪工具的那个内容识别功能 啊 那这张照片呢 呃 我想把天空要加 呃 补一点那个天空啊 这个时候我就是往上拉 这个时候按 呃 一定记住要一定要点损这个内容识别 要按确定 确定之后它就会呃 啊 Photoshop会运算啊 会帮你填补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填填补之后 它那个感觉还蛮不错的啊 很自然啊 也没有那个对接的那个瑕疵啊 唯一这个地方还有有一点点可还可以再修一下啊 这个在后期用那个印章工具去修一下就可以啊 基本上就是说那个天空它帮我们填补了还是比较理想的啊 他那个出来那个那个图案还是很自然 没有太大那个瑕疵 我们看这张照片啊 这个就没有天空啊 那我要补那个海的地方啊 那我们再来一次就是就往上拉就是需要加多一点那个海海面 好 那个 出来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啊 它填补出来那个海那个图案那个形状就很不理想了 这个就跟要看上去就很不自然 所以这个啊 这种比较复杂的图案的时候 我们就不适合用那个裁剪工具的那个内容识别功能 现在我们用更多的那个粒子来学习一下 彩卸工具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这个拉指很多时候都会需要用到 这张照片呢 我拍摄的时候是把相机跟那个水面几乎是贴在一起的 所以在构图上是很不完美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水平线是歪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到的就很简单 就是从这一个点拉到这里来 然后它就很容易就帮你把照片拉到那个水平线了 然后我们再重新构图把它裁切成那个对称构图 就是上下对称那个效果 这样出来就得到一张非常完美的构图的那个照片了 所以这个拉指功能是调整水平线是非常非常有用 这张也是一样了 我们用这个拉指这个功能很轻松的就可以把这个水平线可以拉直了 然后我们再重新调整把它那个构图上下对称 这样就得到一张很完美的构图的一张照片了 这张照片我是用树构图拍的 没有裁切也没有做其他的效果 包括构图动作各方面都很完美 为什么还要裁切呢? 其实有时候我们裁切一下呢 我们会得到另一张不同构图不同特色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树构图 而这张照片是横构图 那我们怎么去裁切呢? 那我们先选择当前的图像 这个当前图像的时候裁出来才是最大起寸 那个画质也会保留很好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是裁的时候 它会是输构图的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 这里有一个就是高度和宽度的互换 那就是说它两个箭头嘛 你看到时候我们一点 它就会选择了变成了横构图了 你再点一下它就转换成树构图 然后再点一下它就横构图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移动工具上下移动照片 把那个照片移动到你想要的构图就好了 这样的话呢 按确定我们就可以得到另外一张照片 然后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它那个尺寸 它那个尺寸还是五七六年 就说明这个尺寸没有缩小的 但是我们可以得到一张树构图 一张横构图的照片了 裁剪工具最大的作用就是精简构图 那这张照片拍的时候 我是看到地面有一滩水 水就是做一个倒影最好的一个镜面效果 因为这滩水很大 我不能太靠前 所以在构图上呢 就有不完美的地方 西周太空也有一些杂乱的东西 那这时候我就用那个裁剪工具 然后选择前面的图像 然后呢按去Shift 拉一下我需要的构图 那这个时候选用那个对称构图 再用这个拉指 然后呢拉一下这个水平线 它自动调整 它那个水平线就变很水平了 然后按确定 这张照片构图上就很完美 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最吸引我的是他的眼睛 所以我对焦是在对焦在他的眼睛上 我拆剪一下这个构图更饱满 注意力就会在他的眼睛上 这个时候构图就会更完美了 那这张照片我拍的时候呢 发现两边太空了 那个因为镜头不够长嘛 所以这个时候拍出的时候我就拆剪一下 才用我损用了那个正方形的 跟拆切那个模式 然后拆完之后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那个水墨画的那个感觉 最后我就做成一张水墨 那个国画的效果的那个照片 那这张照片发现就是天空太多了 那个地面这个石头也太多了 那为了突出主体 那我拆剪了一下 把天空也拆掉了 下面这个石头也拆了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主体就更加突出 画面就更完美了 那个沟图更完美了 那这张照片是很随意拍的接拍 好像键盘一样的那个效果 我处理最后就拆成一张正方形的 一张很抽象 很有那个现代艺术的一张摄影作品 这张照片是逆广 所以这个我是从底部 就是趴在地上拍往上拍的 觉得两边太空了 所以我拆剪一下 做成一张水墨画的效果 那这张呢 这张也是很随意照拍 那适应我的就是一排排那个树 这个枫叶 那个色彩 还有那个树那个纹理 但这张照片的确线就是那个顶部那个电线太多了 还有一些空白的那个天空过曝的那些的天空的效果 还有这条路这个效果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拆了之后 啊 就是这个我就用10亿那个尺寸 而不是用那个圆形尺寸 也不用当前的图像了 拆完之后 就得到一张树为主体的那个照片 这张照片看上去舒服很多了 那也可以做上一些那个拉丝的效果 用拆剪工具的时候 那个目的就是为了精简那个构图 让那个构图更完美 用拆剪工具拆剪了 重新构图之后呢 会得到另外一张照片 会有一个新的主题 这张照片那个小路跟我的镜头是很近很近 基本上已经他的他的笔记都差不多碰到我的镜头了 那这个照片的主题就是小路的头 我拆剪之后呢 变成一张大眼睛 你可以对比一下 这张照片的主题是一个头部 那这张照片那个主题是眼睛 重新构图之后 你会得到一张主题不一样的那个照片 因为我觉得最吸引我的还是他的眼睛 然后这张是在stele拍的照片 头像照片基本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拆剪之后就是把脸部突出出来 因为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眼睛 那眼睛非常非常迷眼 然后他那个脸的轮过也非常好看 那这个圆图这个它有项链还有其他东西 我觉得还是构图不够简练 那这个时候我把照片重新拆削 最后呢 它那个主题就变成了一个 从头像照片变成一个眼睛 那我还把那个头头发那边也压按了一下 就是把主题更突出了 那这张照片非常好的构图完美 照片主题各方面都很好的 但是呢 这张照片最吸引我的地方 当然就是它美丽心感的松布 那这个时候我拆剪了之后 拆切就是用那个树构图变成横构图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那个主题就变成了那个面具 所以这个时候最吸引我的就是一个面具 利用这个裁剪工具去改变它那个构图 可以改变一张照片那个主题 我们使用裁剪工具 主要一个功能 一个作用就是要令画面简洁 那这张照片就是很明显 在右下角这里有一块叶子是影响了画面效果 那是因为镜头不够长的造成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选择那个裁剪工具 然后选择前面的图像 然后呢就是利用这个九公格这个复作线 帮我们这个构图 按照身份构图的那个法则去重新再构图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张非常简练的构图 很完美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是在纽约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 因为想多东西 所以呢他就很多店铺都关门了 还把那个用木板把那个店铺的门 那个橱窗全部都封掉封起来了 那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是很随意的扎拍 本来我还以为有一个对比 一个开的门的一个封的门的 但后来我回来之后我发现 这个主体还是不够太突出 我想要表达的就是一个疫情期间发生的事情 还有这个封掉那个店铺来避免造商的破坏 所以呢我就在Photoshop里面就用裁剪工具 把这个店铺单独裁剪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选择那个具有比例 就不能用前面的图像 因为这个裁出来的那个形状呢 又不是1比1 也不是那个原始尺寸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那个具有尺寸来裁削 裁削之后呢 我再调整一下透视 让它那个横平竖子 横的要水平 竖的一定要垂直 这样出来那个画面效果才好看 这张照片我后来又调整了一下那个对比度 还有调整了那个色彩 让这个更有那个画面感 这张照片吸引我的 除了是它那个木板封掉它那个窗户 还有它那个墙面那些纹理都非常好看 通过那个裁削工具 我们可以得到一张沟图和简练 主题又突出的一张照片 中文字不出去 不说明 不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